知名大卖场的过期食品居然有人回收 还卖给便当店 太恶劣了 屏东一间畜牧场 回收了高雄一家美食卖场的过期厨余 把外观还可以的水产肉品或是水果 经过清洗之后 又卖给高雄屏东地区13家的便当店跟早餐店 非常恶劣 有不少下游业者受害 马上连线记者周慧容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茶器人员前往涉案的屏东这家畜牧场进行击查 在冰箱里面搜到了包括有肉品 水产还有水果等等104项的商品 总共有140几公斤 这些都是嫌犯到高雄一家美食大卖场收来的厨余 其实已经不能吃了 一起来听听看屏东县政府的说明 他登记是畜牧场 他在跟高雄市某一家大卖场 收购厨余 用厨余的名义来收购一些肉类还有部分的商品 回来之后再做过一些再利用的处理 处理完之后来兜售给一些下游的业者 这包含了早餐店跟自助餐店 无姓女嫌犯和两个儿子明明开的是畜牧场 他们和卖场订定合约 回收卖场过期的厨余 原本应该拿来当作饲料或是销毁的 但是母子三个人呢 却把这些厨余经过分类清洗之后 找出一些外观还可以的 就卖给了便当店 还有自助餐店 还有早餐店等等 目前已经查出下游有酒家业者受害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受害 嫌犯买卖厨余的违法行为 到底有多久的时间还在调查当中 以上是最新情况